嗨大家,我最近消失了一个星期 我在意大利住院了,真的进医院了 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的状态 最近很多朋友也关心我 很多人问我是不是出什么事了,什么意外了 真的很抱歉,没有办法及时给大家通知同步我的情况 我那天来的太突然了,直接就是动手术 然后今天才稍微好一点 我赶紧给大家报一个平安 然后这一天发生的一切,我跟大家也细缕一缕 真的很不容易,我真的是从这种死里逃生走过来了一回 最近这一星期发生的事情呢 实话是说令我挺软心的 本来我以为我身在异国他乡 得了这么大一场病,就这么大一个意外 感觉那种特别无助的感觉 虽然老婆,还有我丈母娘,还有丈人都在我身边 但是还是不一样,这毕竟不是我的国家 但是这些医生的给我的作为 对我的态度确实令我有很大的改观 以前大家一直在网上各种听说 怎么说在意大利有个什么问题 去看病等的人可能病都严重了 出很大问题了才能排上 实际这也是一个误区吧 这我是亲身经历 最近这段时间 因为我的感染大家知道我拔指尺感染的很严重 后来就引发的牙水骨外边伤口好了 但是里边呢牙的水骨通到下面就那个化膿打通了一个隧道 一直到下颗骨全部都感染 肿起来里边全是浓水啊 我自己脏水往外流 就很有很大的风险 就是感染到脑部或往下走感染到胸腔 当时呢 医生一看到我这个状态 什么话都没有说 马上就给我安排了手术 不行我现在一说话还是有点疼 因为我嘴里边全都伤口 然后这两天对我的照顾啊 包括那个医院的医生啊 每天给我的过去摸摸我头啊 然后就摸摸我手术的时候就握着我手啊 真的挺令我感动的 就对我以前对这个意大利这种医院的这种的 怎么说在网上看那种服务态度啊 有了很大的改观 所以经过我这次的亲身体验吧 希望视频前面你们都不要体验这种事情 我这可遭了罪了 网上有些说的事情呢挺片面的 你像我这种事情就比较威胁到我的这个生命安全了 所以就没有排队 就直接就马上就给我安排了 并且呢我不知道这个话该被当说不当说 当然了我平时也是有这个正常 就是那挺多税的啊 这次生这个病了手这个术呢 没有花一分钱 我拔牙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我拔那颗姿子 我因为着急快嘛 其实我去医院去拔的话去约 那个时间会很长 因为牙疼它不是一个对你致命的一个事情啊 虽然很疼 所以你需要等很长时间 我就去了那个私立医院去拔了 花了400欧 拔了一颗姿子 结果后来引发这种情况 它就不属于不属于这种私立的事情了 就属于疾病的问题了 就像我现在的状况 所以去医院之后呢 我是一分钱没花了 包括我在里边吃的东西啊 守的树啊 手术的反正就是没花钱就完了 在里边折腾了一个多星期 如果是要是花钱的话 这个钱可不少啊 因为在这边呢 如果是这种疾病的事情啊 它是承担的 承担的 这种疾病的事情是承担的 如果你是每个牙啊 修个牙啊 每个绒什么的 这没人管你啊 然后第二个呢 很多事情呢 网上说的也是片面 就是说你可能在意大利的是 有时候你不花钱啊 但是你可能等 就把那个病给等坏了 这种事情有 但是也不是绝对的 像我这种的事情呢 他就没有等 马上 医生看完之后 威胁到我这个生命安全了 马上就给我安排了 并且那些医生也并没有 因为我是外国人 对我做出一些什么不好的行为 反而是更加照顾我 更加体贴我 那个护士的脸啊 我到现在都 记得非常清楚啊 他那看我那眼神都是 怎么说看我照那个罪 眼神里面都是泪汪汪的 等我再好一好 有时间我就看看他 真的 走速之前呢 他会给我稍微用手去戳一下里边 在没有打麻药的时候 所以当时伸到我口腔里边 我疼的是当时有点嗷嗷叫了 那特别疼 大家不知道哪种疼痛苦 当时医生过后跟我老婆说 然后因为过后我打了全麻 全麻之后我是也不太清醒 我老婆跟我说 他们说看我那样子都非常的心疼 所以在医生在旁边一直就握着我的手 那个女大夫啊 所以这些细节吧 真的给我感觉到 在异国他像给了我很大的力量啊 虽然当时我不知道 那另外朋友们说 你说拔一个致死怎么会是全麻呢 我这口里边咯的全是伤口 我这整个人的面颊骨里边是通着的 一感染之后 那个浓水是到处会走的 所以我嘴还有一位把致死原因还没有好 他还是受限的 所以必须要全麻 他那个我打那个麻醉之后 我记得当时我手术的人 在没有睡觉之前 是五个人站在我旁边周围啊 就跟那个电影里边手术台子一模一样的 五个人打完麻醉之后 然后就他们就用东西把我嘴撑开 大家可以看我的嘴 这个就是手术的时候撑的 我不知道手术过程 麻完之后都不知道 只知道醒来之后疼 这都是撑出这个伤口 然后这个地方呢 这地方大家能猜到什么吗 这是引流管啊 就是因为我里边有很多的浓水 必须要引出来 这个地方还插着个小管 这是昨天刚拔下来 拔下来之后呢 现在感染在恢复当中 另外这里我再给大家提醒一点啊 拔至此呢 其实也不用太大担心 我呢发生这么大的严重的事情呢 是因为有很多的综合原因 大夫也说 就很少看到我这种情况 不是特别多 有几个原因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吧 第一个原因是 大夫说我可能就是 长期我人人好吃肉啊 长期吃肉吃太多了 现在很多的这个猪肉啊 牛肉羊肉啊 都是有这个抗生素 从小打抗生素的 所以这个人吃了以后呢 有一些个别的人就会对这个抗生素 抗生素有这个抗体 导致他在感染的时候 有些抗生素的药力就不好使了 比如我 我一个致死 因为后来吃抗生素 有一段时间吃抗生素嘛 就不好使 就可能这是第一个原因啊 第二个原因呢 但是我在拔咫尺的时候 我的咫尺之前也有感染了 感染之后稍微有点消炎了 但是里边其实有可能没有消炎 但医生现在也没法判断 所以当时拔了之后也引发二次感染 第三个就是 大家我有个不好的习惯 就是 这个知道吧 拔完牙之后第二天我就这个了 就引发一系列吧 反正综合原因导致 全部感染了 给我自己弄成这个样子 最近我还在在休养 将近一个星期吧 我就能恢复到差不多正常的状态 我现在整体身体还是虚弱的 说话这里边还是很疼的 我给大家录这个视频 我也在强引着嘴里边的伤口痛啊 这还有点肿 然后恢复完之后呢 我大家知道 现在已经开始抓猪了 我老丈人上周抓和这个队友 一共抓了九头猪 就一个周六周日 我都没赶上的 我这心里都痒呀 第二个呢 我最近还在在家里天天扎屁股汁 我已经连续扎了多少针了 扎了十一二针了 每天晚上我丈人丈母娘过来给我扎屁股汁 这边还真挺奇怪的 说这个屁股汁不用去医院 就是基本都是在家就可以扎 给你开完这个药啊 然后我 大家看这个针头 整个屁股扎沸了都 视频的最后呢 我就是想嘱咐一句话 世界上各国家都有这种奇奇怪怪的人 也有好的人 但我觉得在这个世界里面好人还是多数的 所以大家经常看到网上有一些 这些一些外国人做一些不好的一些行为啊 什么的 这种人有 我看他们也挺可恨的 但是大家一定要相信 这个世界上好人更多 我这次去医院 在里边的护士大夫 对我真的是 把我感动的 真不行不行的 我媳妇还说了一句话 他说怎么感觉 我爸那会儿出院 他对我爸的态度 都没有对你的态度好呢 他们对你的态度怎么那么好呢 也挺挺被这个感动的 得了 我就不多说了 大家放心吧 我一切平安 稍微给我一点点时间恢复恢复 咱们后边的视频再见 拜拜 加油